换个视角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龙道 有朋友让你讲一讲关于商铺如何选择位置和如何纳水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内容 我们肯定都听过三管人丁水管材这句话 在堪语学中 水就是主材的一个因素 如果说我们要开店做生意 那么对于纳水的话就很重要了 肯定有朋友就要问在城市里面都是高楼大厦的也没有水了 其实在堪语学中的水 它不仅仅是指江河湖海这些真实存在在自然界中的水 在堪语学上有一句话叫做高一寸为山低一寸为水 在城市里面路肯定是比其他的建筑低的 所以路也象征着河流 那么什么是水了 我们读书的时候肯定都学过两个词 一个是车水马龙 另一个是人山人海 城市里面的水指的就是川流不息的车流 同时在路上行走的人流也是一种水 因为人流它是流动的 所以人流也是水的一种 现在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水 但是我们还要因地之谊 选择了最低于自己的位置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我们要开一家店铺 开在闹市区或者开在住宅区 是我们第一个选择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两个地区本身的话是具备了足够的人气的保障 人多的话就有挣钱的可能性 反之如果我们一味的追求最好的风水格局 把店铺开在荒芜人烟的乡下 哪怕你的蜡水再好 那么你的生意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我们选择店铺位置的时候 一定要因地之谊 选择了最利于自己的地方 做过生意的朋友应该有这样的体会 那就是说同一段街 同一个位置 但是来接两边的生意却是不一样的 往往都是一边的生意好 一边的生意来相对要差一些 差的那边了 不管是做多少活动 但是来效果往往都是差强人意 这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中间的马路把人流切割成了两块 如果是有红绿灯和斑马线的话 车流比较慢的情况下还好一点 因为斑马线也属于桥的一种 有震水震材的作用 这样一部分人流还能到对面去 两边的生意的话 虽然说有差距 但是插在那边呢也能维持下去 还有一种情况 比如说还是在这个地方 后来呢因为城市规划的需要 在马路中间呢加上了隔离带 也去掉了斑马线和红绿灯 人流呢就不能两边走动了 如果说这边的人要到对面的商铺 去的话必须绕一个圈 虽然说呢不太麻烦 但是人流也不会到对面去了 这个时候呢人流的变化是很明显的 在这种条件下街两边的商铺 他们受到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一边呢由于天然的地理环境 蜡水得气 生意的话还会更加火爆 而另外一边的商铺呢由于得不到足够的人流 往往呢都是一蹶不振 当然了就算生意好的那一边也不是说所有店铺的生意都很好 他们呢是靠近水口的生意比较好 往往呢都是街头和街尾的生意相对来说是最好的 反而呢中位置的生意是比较一般 这呢也和蜡水有直接的关系设计了水口的知识 你们呢也可以对比一下你们那里有没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本来很热闹的街道往往都是一边的生意比较好 而一边的生意相对来说比较冷清 还是那句话做生意的话一定要因地制宜 选择了合适的位置 懂得蜡水的话也是基本的原则 因为水的话就是人气 人气它就相当于是财运 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讲到这里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传统文化知识都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 我会选出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作为下一期的视频内容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加评论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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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